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少的理乱成恨 多少的恩怨不平 历史的夜 尚未写进 眼上黎明 早已灵感 什么是死生欺困 什么是岁岁念念 在梦境和黎明的交界 曾经是过后的今次的爱 最明亮时 总是最迷惘 最繁华时 也是最悲凉 重重远处 浩浩云山 世中 沉落 沉凉 七彩的记忆 星辰下 桃生林 星辰下 桃生林 你 往事把土 入梦 都不்,Мы seul 若凭乘 宝兰下 桃生林 外面的人就会以为 咱们家到中落了 这不是自己拿大份 往身上抹吗 再说啊 人要脸 树要皮 咱们这人家 是个有名望的家族 可不能自己 灭自己家的身世 让人家看清啊 对对对 对啊 我知道 你现在当家主事 我是一个老太婆 也不好撤你的轴 你能不能由大处招眼 来看看这件事情 再考虑考虑 请祖奶奶尽量 孙媳妇 并不认为那有多重要 孙媳妇心里面 有另外的考量 好 好 不难为你 祖奶奶 孙媳妇 孙媳妇啊 你也太目无尊长了吧 祖奶奶的话 你也敢当面吞下 祖奶奶 你可别气坏了身子啊 我可别说 你不认为那些 你不认为那些 那儿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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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蘭 沐蘭 我回來了 沐蘭啊 沐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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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你受了什麼委屈快跟我講啊 怎麼了 連我也不能講嗎 連我也不能講嗎 裝電話 爹那個老古板 恨電話這種洋玩意兒 他不會答應的 也不用去問他了 別說他了我也不會答應的 誰不曉得你幹嘛要去裝電話 還不是想隨時 打電話約人出去打牌去 是啊 正是這個打算 有電話才方便嘛 又不行 還不是 你這樣 axe 去吧 你現在 你怎麼能走 你怎麼走 我 你怎麼看 就可以限制我 我可是一个现代思想的女人哦 不是漫娘那种没有知识的乡下女人 把我关在家里就算首富道了 当然了 那也还不算 苏妍 我并不是想刺激你 如果 如果我们生个小孩 你就不会呈现要往外头跑 我们有的时候 情况就好一点 是不是 告诉我 我不爱生 我不想生 怎么 苏妍 为我生一个好不好 我会对你很好的 你爱出去玩 爱怎么样 我都有你 你当我是什么 我嫁给你就是为了替你生小爱 我要生不出小爱 你就不爱我了是不是 小姐 你不能说啊 你不能说啊 我说什么 姑爷 小姐会生 她绝对会生 小姐刚刚是随便说说 姑爷 您请问别当真啊 您没有遗瞒我什么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少骗人了 你对您家小姐忠心耿耿 你一定帮她掩盖着什么 你一定帮她掩盖着什么 你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我是永远不能生 永远不能生 那你想怎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增加不能光靠着顺雅 川中结代 木兰肚子里还不晓得是男是女 祖奶奶想抱曾孙 我们呢想抱孙子 你马上给我取个歉 他那么倔 会闹出一条人命来的 我不管是他的命重要 还是宗家的香火重要 当然是人命重要啊 爹不是一家人 就不进一家门 此人竟然嫁到咱们曾家 就是咱们曾家的人了 我们连路边的一条狗 都不能见死不救 自己家人 更不能逼他往绝路上走啊 你们这些喝过来杨莫说的 这一位新派前进 连祖宗姓什么都忘了 我告诉你 只有传宗结代最重要 一个家可以毁可以败 就是不能够绝子绝孙 断了祖宗的血赤 连这么一点点 做人子孙的道理都不懂 竟学一些个狗屁不通的时髦时下有啥用 我看把这个家交给你 我看把这个家交给你就会网在你的手上 去 去家法来 我要教训教训这个忘祖背中大你不到的不孝媳妇 老爷 爹 请你看在木兰有病再生的份上 你 爹 木兰的想法有错 请爹折备便是了 弯弯打不得 打坏了身子怎么办 啊 二少奶奶上吊 二少奶奶上吊了 二少奶奶上吊了 快啊 快快快来人啊 二少奶奶上吊了 吊我死了 吊我死了 丁小你不要吊了 吊我死了 快啊 快来人啊 吊什么 怎么了 快去请你老爷太太谁 来呀 快快快 先救人要紧吧 二少奶奶 你去问你想不开啊 二少奶奶奶来不住了 快 你又别来 我不要活 吊我死了 我不要活了啦 啊 快走 快去请他 快去请他 啊 啊 啊 我死了 死了 我死了 你 你 你不要管我啊 出去出去 都出去啊 我死了 最差你们大家的心啊 我死了 你都可以梦家 借你身影大我 吊我死了 吊我 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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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药堂去见 我就死给你们 你们前药堂花照寄来 就准备吼家堂花菜出去 不要我们娘家太花菜去吃重 所以你们这家彼此人 好了 苏妮 有话好商量啊 干吗要这样一哭二闹 好三上六 也不怕别人笑 好啊 走着瞧 走着瞧 你别怨 我不敢死 胡闹 这哪儿还像关家的签去 让开 姨 姨 姨 你先劝劝他 我们待会再来看你 不必了 我比你挺着肚子压无牙威的 你什么意思 哥 劝劝他 不必了吗 姨 姨 不必了 姨 姨 不必了 姨 姨 对啊 所以我想我是没办法了 没辙了嘛 苏云 娶不娶怯 我全以你的意思 除非你同意 我是绝不会娶怯 这样总可以了吧 别再想不开了 叫你别嚷嚷 你还别嚷嚷 你这蠢蜜药我死不了 我就白白丢人心眼 小姐 你这不是冤枉清香的一片质胆中心了吗 你想一想 就算我拦下了你 你吃我吃 有啥用 就是要闹开来让他们有的怕 不然谁还当你一回事啊 那你再增加还有啥地位呢 还是你会算计 不过呢 我想的娶怯啊 还是迟早的事 好在闹得孤言 答应了得经你同意 小姐 小姐 你得放聪明一点呢 与其让她挑 不如你自个儿捡 这个捡的 又听您的话 又提起真心的人来 你别说了 反正说我死 我是不会答应的 二少爷 二少爷 心情不好啊 逗逗满人玩嘛 马儿 叫二伯要开心点 开心点啊 开心点 二少爷 您别难过嘛 您这样 大家也替你难受啊 我能怎么样 我还能笑得出来吗 二少爷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样安慰您 才好 我唱首曲子 给你解解闷 好不好啊 我唱首歌 静儿啊 二少爷 二少爷心里烦 你就别在这儿烦他了 大满人大别处玩吧 不烦 我正需要有人陪我 那我陪姑爷姐们呢 别走啊 有清香陪二少爷就好了 哎 这个锦儿啊 这个锦儿啊真是不懂事 干嘛抱着芒儿到姑爷面前 你晃来晃去 刺激您呢 苏云呢 不是叫你陪着她吗 睡了 她那性子你也知道的 过了就过了死不了的 哎 姑爷是怪我没拦她 是她不叫我拦的呀 她呀还不是纯心要闹嘛 哪是自己真的要寻死寻活的 她啊您是知道的 就是爱我里取闹嘛 自己丢脸也不管 还叫姑爷脸上无光 金香虽说是个陪嫁丫鬟 我可是一心替姑爷抱屈呢 这些年 别说了别说了 我没心情想那些 对对对对 人嘛得往前看 姑爷对未来也该有个打算 我们小姐啊就是不懂事 不体谅人 自己不能生 还拦着不准别人生 正是的 哎呀 自己的主子 我也不好怎么说她了 反正姑爷您都知道的嘛 不用金香多说 姑爷啊 金香劝您一句 闹由她闹 取呢还是得取 最好呢 娶一个又懂姑爷 又懂她的人来 好了 别谈这件事了 我奔死了 木兰啊 不是我说你 当家祖师就要大排些 抠抠神神的小家子气啊 难怪会惹祖奶奶生气 嗯 当家有当家的难处 哎 这谁都知道 不过以前贵姐 不是都弄得好好的吗 打从这个家 交到你手上 就变了个样子 连你自己 都变了个样子 都变了个样子 沈亚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这个家 穷了的话 哎 这个家又不会狂 你穷紧张些什么嘛 哎 女人啊 一沾到柴米油盐 就全都变成现实鬼了 满脑子里全都是有钱啊 没钱的 真无趣哦 我 哎 哎 木兰 这个样子 咱们跟贵姐说去 就说你吃不下来 再叫贵姐当家做主好不好 那咱们啊 就可以像从前一样 悠悠闲闲 自由自在 不多好 嗯 不能再跟以前一样了 我们不能只过着浪漫的日子 顺雅 你要实际些 这个家交给我 我不管怎么样 这个家 我一定要撑起来 哎 你不必逞强啊 我不是逞强 那你是喜欢上这种呼风唤雨 全力滋味 舍不得放弃 闲不下来喽 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 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 是你不让我了解你的 你自己想想 这些日子以来 你是不是什么都不肯跟我讲呢 我 我不能跟你讲 我 我不能跟你讲 木兰 咱们是夫妻啊 你对我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是有难言之意的 木兰 要这样子 恩爱完了是不是 那恩爱 也不用在人情火辣辣的嘛 在这个家里面 谁不知道 也只有你们小两口最恩爱了 不用这样 唯恐人家见不到似的 有事吗 有事吗 没有事 我想要家里装个电话 请三少奶奶呢 做个主 嗯 哎哟 才几文钱的事 你不要这样要你密似的好不好 再说 装电话又不光是我用 大家都有用啊 三少奶奶 钱是增加的 大家的钱呢 你也冯心疼啦 不是这个问题 嗯 我去跟爹说看看就是了 嗯 好吧 那我先出门了 那我先出门了 顺扬 我知道 你嫁给我 很难为你 嗯 虽然你一直很努力 做个好妻子 好媳妇 可是对你来说 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如果你要离婚 我不会反对的 不要再离婚 这些话 你给我还要啊 你跟爹说 这样的一个人 就如果这样 不用再来 怎么办 哎呀 老爷请你回去一趟 小姐 什么事 太太她 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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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们去找银贫 你们还叫人来干什么 你们 爹 娘她 疯了 疯了 她天天看着铁人和银贫 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却又找不着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才知名想的那样 我对她 是陈姐高尚的友谊 陈姐高尚的友谊 骗人的 男女之间 竟然就有爱情了 我答应你 你自己摸摸良心看看吗 走 你这样决定是对的 爱就是成全对方 可是我还是很爱她 所以你才伟大啊 像你这样的爱 才是具有歧视风度的高贵情潮 我根本就不伟大 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 现在想来想去 我根本就不想跟她离婚 那 那你想想看 你要做高贵的身世呢 还是个自私的小人 我 我 你如果那么自私的话 那我也不要喜欢你了 你喜欢我 不是啦 也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我们是朋友那种喜欢吗 我 也不知道 我不能喜欢你啊 你是个有气势的人 我要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 我不想破坏人家家庭 更不想助人家的幸福 蜜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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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要扶我 小心啊 我不要爱上你 我不要爱上你 你 你爱上我啦 什么意思 我一见到你 就爱上你了 我也没有办法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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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我看你得换个环境才好 不然她老是触境伤情 摆脱不了体员跟饮品给她的刺激 不要说病好得了啊 不要说病好得了啊 恐怕只会更恶化 不知道 要搬到什么地方 上回华老板不是来说 上回华老板不是来说 有个什么王虎花园想脱手 要花不少钱 有必要住那儿吗 钱 现在对我还算什么 儿子死了 老婆疯了 我还留着钱干什么 花掉花掉花掉 我等你跟利夫成了亲 非议回国成了家 我在世上的眷恋 就一了百了了 到时候主根拐棍 拖个波 走往明山圣景 佛门古上 云游四海去 爹 您别说这丧气话 女儿听了难过 这不是丧气话 我是看开了 人事无常 荣华富贵 都是梦幻泡影 我还执着什么呢 这不如啊 逍遥城外 参佛悟道 话虽如此 可是非议还小 您放心吧 吓唐 请人我紧紧地看了一辈子 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 我对非议啊 是早就撒手 要不然我也不会小小年纪就把他送出国去 人生在世 不许啊 各有因缘造化 他若与富贵有缘 自有锦衣玉玉学 他若与富贵无缘 我就是万贯家产 都给了他 还是害了他 父母费尽心血 为子女打算 毕竟是人算不如天算 会何苦劳神 爹 您怎么能舍得下呢 所谓骨肉至青 血浓于水 就算人生如梦一场 咱们父母子女 能在人世结缘的话 就是前世三百年修来的福 您何人 我现在啊 就是沉缘未了 割舍不下 要不然我早就 现在我还得看着莫愁跟利福成了亲 非一回国成家立业了 我才放得下心中这块大石头 利福啊 现在莫愁的母亲成了这个样子 我看他要反对也无从反对起了 改名呢 你们就定清 趁早结婚吧 是 我现在唯一欣慰的 是我这个父亲 还算是为莫愁和木兰 我们各找到了一门好姻缘 各找到了一门好姻缘 各找到了一门好姻缘 レッド 别 της 走 我 没有 我是为娘的病情 能过 我看不下 到底怎么了 沈雅 她居然想跟我离婚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木兰 你老实地告诉我 这些年她带给你幸福 你幸福很快呢 看我的样子像不幸福吗 我们生了一个小孩 还怀了一个小孩 每天早上我高高习性地伺候她出门 又心甘情愿地搬到家里面 大大小小的损失 那天我喜欢把自己打扮好了等她回来 我这样还比较幸福吗 这是一般夫妻过的生活 告诉我 她有多爱你 你有多爱她 那夫妻之间相爱 不是说在嘴上面 放在天秤上面 能够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过着同样重复的生活 过着同样重复的生活 而因人感到 日子愉快充实 这就是幸福 就是爱 等你跟莫仇结婚之后 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那她为什么会有离婚的想法 也许是我不好 我不能叫她安心 礼福 以后莫仇就交给你了 你们一定会很幸福 莫仇这一家 家里只剩个珊瑚街 就更没人了 我婆家室有忙 礼福 你答应我 你们有时间 得常去陪陪我爹 除了你之外 他也没一个 可以谈话的对象 我看我爹 这样消沉 我们做女儿的 心就像刀割一样 好 好好好 买个万一就到了 好 你看 你这个东西不错耶 我们待会再回来看 走啊 走啊 好 好 金雅带满儿出去玩了 不在这里 那慕兰呢 不知道 你还真放心 他去了哪里 你居然都不知道 你每天去哪里 我哥不是一样不知道吗 他都不管我了 还要你管 管管你自个儿的媳妇吧 你都不问我啊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是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不过呢 不过什么 要说就说 不要这样卖关子 放开你的手啊 我可不像你那个媳妇啊 可以随随便便 在街上吹个男人 拉拉扯扯的 什么 你想重伤他 我不会信的 爱信不信有你 我是亲眼看见的 说不定你现在出去啊 还能够看到那个男人 送他回来 嗯 也不一定了 后来没有那么笨 不过啊 那个男人呢 也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姓孔的嘛 还是自己妹妹的未婚夫呢 我真替他害臊 你 你 你胡说些什么你 你造牛声势 清口齿黄 你不怕遭到天暴雨 不然怎么会是那种人 他不是那种人 那他是哪种人 他自己丈夫都不知道 你还会清楚吗 哼 我牛死云百般毛病 千种不是 就是有样长处 我不会说谎 我会无缘无故骤人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亲眼看见 他跟那姓口的当节 拉拉扯扯 叼着眼泪 说跟你挖了我的眼睛 撕烂我的嘴 叫我装聋作哑 扮不到 人家出了这样的媳妇 我是看不关孙雅 不知道被她瞒配了多久 好心来通风报信 这也错了吗 好 我倒去问看祖奶奶 问看老爷 问看这家大大小小的人 是 二少奶奶 你千万别这么做 你这样会害死我们家小姐的 我求求您啊 这件事就算有 你也应该引人之恶 更何妨 木兰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 你这样扎扎出去 对你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样人家就会忘掉你 丢人心眼闹伤掉的事吗 是啊 全家谁不知道 我是个不会生小孩 只会倒是个坏媳妇 那也该有人担心担心她 这个好媳妇 生出来是不是最佳的种 你 你是心里不正常人 二少爷 二少爷 怎么样 怎么样 二少爷 你越打就越逼她 我求求您啊 二少爷 二少爷 二少奶奶 求求您 别闹了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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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比谁都清楚 木兰为了周旋 他妹妹跟孔丽夫的亲事 这些天长单独找她谈了 我都知道 就什么好大惊小怪 真谢谢你多事啊 你满意了 你满意了吧 四读一试 三姑六婆 你回來了? 你一個人懷的嗎? 是孔麗芙送我回來的 什麼事啊? 讓他送你回來,你幹嘛哭啊? 我娘家發生事情 娘的情況不太好 她瘋了 瘋了 她瘋了 走了,你還不夠丟人謝眼嗎? 你厲害 你真厉害 怎么了 没有 他看到利夫送你回来 以为抓到你的辫子 你 跟他是谈了些什么 没什么 莫愁跟利夫下个月要订婚了 真的 真好 静儿 你先出去一下 顺雅 你为什么远要离婚的念头 是不是 是不是我有什么 叫你不安心的地方 顺雅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 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是不是这些天 我疏忽你了 不是这些问题 我只是觉得 觉得我娶了你好像害了你 你越来越来越不快乐 你跟利夫还来得及 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赏我的心 如果你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你不只是伤害了我 你更误解了莫愁跟孔麟夫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是可以同时面对 许多不同的感情 而每一种都是唯一的 绝对的 你是我的丈夫 我是你的妻子 没有人能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妈 你绝对不能不要我 孔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太爱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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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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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